比特币具有高度风险 视频分析借我个人操作分享 并非买卖投资建议 如果你还是新手可以加入我的免费Discord群组学习 比特币将近30%的涨幅 你抓到这次交易机会了吗 那上一支视频已经跟大家讲到详细的交易机会在哪里 如果你不想错过更多的即时交易机会 你只要点击下方Discord群 加入我的Discord群就可以了 那怎么加入完全免费的 你只要使用我的Bagget帐户 注册并入境即可 而且我现在的Bagget帐户是拥有全网最高手续费 永久40%返现 好 我们赶紧切回来比特币日线级别 比特币日线级别大家可以看到 行情是在这边走了一个WD的突破 大家可以看到在行情走一个WD突破之后 是做一个迅速攀升行情 并且去试探左肩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 上一次左肩暴跌从21,400回撤到将近16,000 那目前WD仅限后 我们的等比率 我们的交易机会会看到这个的一个垂直交易机会 那大家会想说 现在涨了这么多 是不是可以去做追空呢 我建议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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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待后续的一个回调机会 再看是否有站稳再去做一个多单的介入 那如果你是买现货的朋友 其实可以 可以在这个行情里面逐渐的去做一个分批的布局 那详细的现货定投策略 我也会在我Discord群跟大家做分析 好 大家可以看到 行情在4小时级别 在上一次我们画两条的一个费波纳契给大家看 OK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这一次 费波纳契回调 OK 先画掉 在这一次往下回调 18,000到16,000的时候 行情回撤到382到618 我跟大家讲 如果你想左侧空单的朋友 你382想要左侧空单 直转可以放前高点 如果618并没有去做一个有效的空投攻击 而是直接放量突破的话 那后世一个多头拉伸力道会逐渐更强 OK 这就是一个618 费波纳契618根本有一个关键点 如果他在这618没有去做一个强力的反转 而是一个多头一个放量的拉伸上去 那你就要小心说 这一次的拉伸是不是去做一个真突破 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在行情在618的时候 他的多头量是逐渐的涌现的 OK 我们可以看到 相比之前这几个 多头量能 OK 这几个多头量能 这几个多头量能 这一次的多头量能都是一个放量的拉伸 那在这边尤其是什么 我们可以参考到前方在这一小段 还有一个WD的一个颈线位置 OK 618到W的颈线位 如果后续价格要去做一个假突破 那也很高机率会去试探618之后再做下跌 那如果你有参考到看我们的视频 有抓到618的涨幅机会 以及日盛级别的这个WD颈线位的话 你应该已经获利到30% OK 不带杠杆的情况下做30% 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很多人说 在这一次的下跌里面 我们画了一个更大周期级别的 OK 我们切回成周线级别给大家看一下 周线级别的一个上升趋势线 下降趋势线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你的现货定投策略 大家可以看到 第一条 第二条 OK 这是一个周线级别的 怎么有点换到 然后我们切回到日线级别 我们一样是参考到 在上一次这个下跌动作的一个趋势线 像在这边盘整非常久的时间 来我们看一下这三条 好大家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三条 这一条日线级别的我把它切换成黄色 这样看起来比较清楚 好大家可以看到 这三条 OK两条周线级别不同的下降趋势线 后续第一条最底部我们可以看到 价格在空头供应量这么大的情况下 继续做了一个盘整的动作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二条的时候 盘整价格 二次回测到 第二条下降趋势线的时候 也就是上方空头延伸出来这个点位 也是去做一个拉伸的动作 那第三条是什么 在日线级别的拉伸 行情在1月9号的时候 其实多头量的日线级别是逐渐放量 我们可以看到 他在这边的一个多头累积 OK 多头累积 是有跟 有高高过上一个 空头供应的至少一半 那在这一部分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而且他的多头累积是 持续的盘升 中间并没有过多 夹杂 空头的一个卖方供应 那在这边说 散户 OK应该说主力 在这边有意愿开启一波 小牛式的拉伸 OK 有意愿开启 一波小牛式的拉伸 那如果我们把它切回到 一小时级别 OK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市场上面主力是有 有意愿去做一小幅度的拉伸 主力的话 我们看 小周期一小时级别 我们可以看到 上方其实他在这边是去做了一个 震荡局限 那我们需要严防的是什么 如果他在这边吸筹时间够久 OK那很高机率会再去做一个 二次试探的动作来给大家画一下 如果后续行情在这边吸筹时间够久 那很高机率会再去试探 试探到哪里 我们可以看一下上方高位 上方前高大概在21,400的位置 如果后续突破站稳 那有可能开启 2023年提早开启了一个小夺头的行情 但是如果后续价格 是在这边去做盘整 并且跌破 跌破哪个位置比较关键 这一个区间 上一次的一个派发传码区间 去做一个震荡整理 如果行情去跌破这个绿色区间的话 那你可以考虑在这边走侧空单 为什么 在这边很明显就是去做了一个塔行李 而且在这一次这么快速的拉伸当中 行情并没有去做了一个 非常大幅度的回调 我们可以看到 行情在这边去做拉伸的时候 都是去做一个盘子 并没有过度的回调 OK并没有过度的回调 那如果我们是拉这一小段拉伸 行情里面 我们可以在什么位置去做街多呢 我们去找这个 空头供应放大的情况下 OK我们可以看到 来大家刚好看 在什么时候可以接多 也就是在绿色这个区间 也是刚好 肺波纳契618这个位置 18,800 如果后续价格在18,800这边 接住撑住 而且有开个短多的机会的话 你可以在那边去做接多 那如果你现在要高杠杠去追高的朋友 我不建议为什么 因为多头供应放量出来之后 紧随而至的 而是空头供应方 虽然空头逐渐在减少 但是很高几率 价格回来这边去走一个回调 那今天的行情分析到这边 希望大家高个影片按个赞 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知识 如果你对下方的 或你对今天的行情分析 有什么不清楚的话 你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我也在拍一支视频告诉大家 那我们今天解决视频到这边 我们下次视频再见 拜拜